中美同企造舰计划各自前景如何 美前情报部长中国能做得更好 但质疑美国 提到当军海军 美国海军和中国海军必然是议论的焦点 一个是强大海军力量的象征 一个是海军力量快速崛起的后期之秀 中美两国已经同企了造舰计划 那么备受关注的两国造舰计划前景如何 近日 美国前情报部部长詹姆斯·法内尔声称 在2015到2018年 中国造舰速度是美国的四倍 这速度将可能让中国在2030年前 达到450艘水面舰艇和110艘潜艇的规模 在2049年前还将实现吨位全球第一的目标 我对这一目标并不感到惊讶 中国有能力做到更好 用下沼子来形容中国海军再适合不过 曾有一份评估报告显示 按吨位来算 中国在四年时间里造舰的吨位 超过欧洲舰艇的总和 不仅是数量 中国海军还兼顾了质量 比如055 星星核潜艇 国产航母 在中国扎快造舰速度的同时 美国为维持其庞大海军优势 也开启了355舰计划 业绩在2034年 美国海军现役舰船达到355艘 对此 法内尔知怀疑态度 上一次疯狂造舰是在冷战时期 美国为了应对苏联 到1989年 各种水面舰艇达到592艘 随着冷战结束 庞大的舰队似乎成了累赘 到2015年 只剩271艘 如今美国再次头脑发热 开启疯狂造舰模式 一股脑将压力抛给造舰厂 导致大量订单积压 美国近些年奉行的去工业化 也让舰厂效率下降 连现役的军舰维护工作都无暇顾及 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条不紊的造舰计划 形成鲜命对比 随着美国海军实力依然无可比拟 其造舰实力几乎没人会怀疑 但在追求速度的同时 很难顾及到质量 比如美国最先进的 朱姆尔特级驱逐舰 造三尊后就终止计划 最新的福特级航母 也是故障频频 别的关注的是 中国军舰一向省钱干大事 美国军舰却贵得令人瞅目 烂尾的朱姆尔特级 造价35亿美元 问题航母福特级高达130亿美元 昂贵的造舰成本 也将是美国造舰计划的一大阻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